你们知道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吗? 你们有吃过吗? 不卖关子了 就是柚子皮 把皮削掉剩下白色的肉 切成小块 然后放锅里飞水 煮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后捞出过凉水 用水泡着边挤压边洗 这样能有效去除柚子皮的苦涩味 洗完挤干水分就可以了 今天搭配鸭肉来煮 把鸭肉砍成小块 然后直接放锅里 冷水下锅下姜片去形 水开捞出清洗干净 油热先下蒜姜 接着把鸭肉倒下去 大火炒干鸭肉的水分 炒香后加酱油、盐、蚝油调味 大火翻炒出酱香味后加入清水 然后扣盖中火焖十分钟 柚子皮加盐和花生油 再加小半碗清水先煮沸 焖好的鸭肉放入蒜苗 煮好后转入砂锅中 再次煮沸就可以了 吸满汤汁的柚子皮很入味 孩子的爸爸非常喜欢吃 这次煮沸汁的柚子皮疙瘩 这次煮沸汁的柚子皮疙瘩 这次煮沸汁的柚子皮疙瘩